喂 喂 请问你是邓小可吗 哪位啊 我是吕晨在美国的女朋友 我叫薇薇 我们已经同居快一年了 我很爱她 我可以为她付出一切 我希望你能放弃她 别逼我 我很脆弱 也很疯狂 你谁啊 你有病吗你 你刚才给吕晨打电话了吧 她没接 她一直跟我在一起的 我想你一定不想相信 我说的话是真的吧 等会儿我发张照片给你 你这么聪明 一定会明白的 姑奶 你的表情已经开始冷漠 知初的心停止渐渐颤抖 明白不是一个人的错 只是我不懂 我独自静静坐在这角落 试着把回忆变成了黑洞 只是有些时候太难受 只是有些时候 被伤害过的人都懂得 对 喂 喂 喂 丹林 我到北京了 你说什么 说实话 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会追到北京来 惊喜吧 惊贺 我问你 这有必要吗 你回北京找你的女朋友 我就不能来北京找我的男朋友啊 薇薇 我们两个都是成年人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跟你之间 不过是寂寞的时候 一段相互安慰 抱团取奶 搭伙过日子 这和爱情没有任何关系 男人可以用女人来排遣寂寞 满足生理跟生活上的欲望 但是 我是女人 我不行 我已经爱上你了 你爱不爱我呢 那是你的事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吕晨有女朋友 不管 你有女朋友 干嘛招惹我 我没招惹你啊 这种事一个巴掌拍不行 况且现在是你不遵守游戏规则 我是女人 我不想遵守男人的游戏规则 所以 你打算什么 跟我回美国 不然 我就去找你的女朋友 把我们的事都告诉她 我有她的电话号码 把我的工作 玉玉 对 让我告诉你 我实际上是 如果我实际上去 我会不会和你 因为我不喜欢你 我不爱你 所以 不要再推我 好的 你走吧 走了我就把它全吃下去 一了百了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我 我为你 我可以吃 一定 你真是狠狠 是的 我告诉你 这个 是 很累 我说 不要害我 你 你不去洗澡啊 你不去洗澡啊 坐在这儿干嘛呀 走啦 走啦 想我了吗 想我了没有 想 想 想哪儿 玉玉我累了 嗯 那我帮你洗澡 帮你按摩 我说了我 我说了我累了 只留下来 好吗 VVN 你等等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你想让我为你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你做 你可以走了 你干嘛去啊 你的朋友 是 我不让你接 关机了 可以吗 你好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优优独播剧场——草法 你吗 这位才能着得优优独播剧场——草法 你身体的灵魂 喂 喂 请问你是邓小可吗 哪位啊 我是旅程在美国的女朋友 我叫薇薇 我们已经同居快一年了 我很爱她 我可以为她付出一切 我希望你能放弃她 别逼我 我很脆弱 也很疯狂 你谁啊 你有病吧你 你刚才给旅程打电话了吧 她没接 她一直跟我在一起的 我想你一定不想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吧 等会儿我发张照片给你 你这么聪明一定会明白的 姑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不懂 我独自静静坐在这角落 试着把回忆变成了黑洞 只是有些时候太难受 只是有些时候 被伤害过的人都懂得 身上都涂一层把红色 不能做到自然洒脱 我的心被你上了锁 却忘了把钥匙给我 要怎么做 怎么才能把你挽留 我的心被你上了锁 留下的只有一道伤口 你说要走 才能解脱这个枷锁 我的心被你上了锁 在家呀 你在哪儿 在家呀怎么了 没事 你睡吧 走 走 今儿还这么早 我早上起了嗓子 干喝饱酒 去那店买点水 这 还没开呢 你两手空空回来 来得正好 今天带你去个地方 惊喜 怎么了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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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来这儿干嘛呀 不会不记得这儿了吧 我在美国去过很多地方 我在美国去过很多地方 但没有一个地方 能从这儿相比 因为在我心里边 这儿太重要了 她见证了我和你的爱情 其实现在想想我高中那会儿 还真是胆挺大的哈 我喜欢你 然后就写了一封信塞给了你 告诉你 我会在这儿等你 希望你来 不过没想到 你真的会来 不是有很多姑娘喜欢你吗 我不喜欢她们 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高中的时候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小可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会嫁给我 是吗 嫁给我 嫁给我 好像要下雨了 你先回车里吧 小可 小可 这什么意思啊 我还没想好 算拒绝我了 小可 我没那么多时间等你 小可 我说了我没那么多时间等你 小可 请不要说 你的难过 还是能牵动 着我 而我只能沈默 乃再角落 假桑一种 洒脱 又挣扎就又无法解脱 强大的漩涡 在世界里面慢慢的下落 你要让我怎么做 越质重就越没有结果 说不出是谁的错 怪自己还是买一句承诺 我不准我一笑而过 我不准我一笑而过 喂 我是潮哥的朋友小李 潮哥病了 不知道您能不能过来看看他 我知道了 行 我等下把地址发给您 路边停一下吧 我有朋友住院了 我要去看一下 我跟你一块去吧 随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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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您好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麻烦你把这个交到里面 行 谢谢啊 不客气 刚才有一男一女来看你 这是他们给你送的水果 一男一女 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谢谢 有事你叫我 一男一女 谁呀 一天没吃东西饿坏了吧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吃甜品会心情好 所以你看 蛋挞 起棋 反正全都是甜的东西 吃了一定心情好 好吃吗 但我怎么 怎么觉得你吃了也没心情好 还甘爱吃呢 小柯 咱俩一块去医院看那男的 谁呀 朋友 普通朋友 你 认识多久了 一个多月吧 一起吃过东西吗 嗯 那跟他吃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比跟我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 更开心的 你想拖了 当然了 你喜欢他 你干嘛呀这是 你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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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懂了吗 我说你喜欢他 我们真的只是朋友 不要 小柯 我跟你分开两年 我不想议测太多 我不想把你想得太坏 但我需要跟你坦诚 否则我们六年的感情 糟糕 这是什么 你明白吗 那请你坦诚地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去了哪儿你不能接电话呀 你去哪儿住了 你不能告诉我 说要你住家了 重要吗 重要 重要的话我现在就告诉你 以后只要你打电话 第一时间回复呢 我在外面住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在什么地方住的可以吗 没有坦诚的话 那还怎么继续 坦诚 我哪儿不坦诚了 你告诉我 我哪儿不坦诚了 我没有坦诚 我没有坦诚了 昨天那么没事吧 水了 没事 我不想说太多 我不想伤害我们六年 积累下来的感情 我们这两年是变了一些 可是我觉得那都不是问题 我可以改 我为你我可以改 可是有些事情我忍不了 我不能接受你明白吗 我 这事过不去的是什么 过不去 我明白了 或许我们两个都不是六年前 彼此心里那个最完美的道路 从始至终 一小可都是我自来来的女人 明白吗 我也是 我明天回美国 我在机场等你 一路旋风 是 对 我明白吗 我就是 好 我 我 找你 我 说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您好 喂 您是邓小可吗 您上次在机场丢的那块石头找到了 您抽空过来取一下吧 谢谢 不客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喂 陈总 我的事儿 派对马上要开始了 你快到了吗 我马上就过来 喝杯香槟 佳琪 过来 陈总好 你好 陈总生日快乐 陈总生日快乐 谢谢 女人啊 这是年龄越大 又给你过生日 是啊 谁不希望永远停在十八岁呢 陈总的气质可不见当年啊 而且女人有一些年纪 气质和谈吐都不一样 才越来越有魅力吧 对对对 你说的这些话啊 我都听过 谢谢陈总 她为什么在情侣场上 淑女总是逼迫小女孩呢 那是因为男人太没自信了 遇到成功性的女人 她们习惯性后退 要是遇到自信的男人 才懂得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吧 对吧 陈总今天很快乐 陈总 来 生日快乐 谢谢 陈总 你先吃点东西 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 等 等 好 喂 妈 我们陈总过生日我走不了 知道了 好了 妈 我出来久了不礼貌 就这样啊 拜拜 谢谢 光谢谢完了 要试一下 嗯 清一下吧 嗯 正乖 哥哥抱抱 抱抱 生日快乐啊 美女 谢谢 嗯 小可 来 来 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职员 邓小可 广告公司的CEO 郑海潮 幸会 水瓶男 我也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朋友 看看 我们俩有没有夫妻馅 嗯 好了 别闹了 去拿点吃的 好 你们聊 好 怎么样 水瓶男挺帅的吧 嗯 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 他的公司当时差点倒闭 只有两千块钱了 他就把这两千块钱换成了两个小时的国际长途 很让人感动 你说我们俩真的有夫妻相吗 走 不好意思 没您 过来一下 嗯 我先过去一下 CEO 郑总 好 什么事儿 你们俩多久了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吧 随便问问不行啊 好 你男朋友回来以后 我们俩游戏结束了 我就跟陈佳在一起了 不是很多年了吗 她说的 我跟你好像只是游戏而已 只是游戏吗 不是游戏吗 跟我游戏可以 但脚踏两只船不行 你别忘了 你也是有男朋友的 我就不能交女朋友吗 再说了 我们俩之间 游戏已经结束了 你不会跟我说你喜欢我吧 你告诉我你喜欢我 我立马就跟陈佳结束 不用 生日还没结束你要干吗去 陈总真的是太谢谢了 不好意思 也不用在这儿了 怎么了这是 要走啊 蛋糕还没来 再待一会儿吧 就是 聊什么了 没聊什么 蛋糕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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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参加我的生日会 都说过生日的时候 许愿会很灵验 那希望我现在许的这个愿望 可以马上实现 来 吃好了 好漂亮的蛋糕啊 陈总 我吃蛋糕 吃蛋糕 快吃啊 今天我们要给陈总一个惊喜 让陈总在这个最豪华的套房里度过一个生日之夜好不好 好 好 这个彩箱里呢 有三种彩球 红白蓝 但是红的只有一只啊 如果谁抽到了这只红的 就为我们的套房买单 怎么样 好 来 我们先来了啊 白色 什么颜色 什么颜色 会不会是你啊 你猜猜 是你 嗨 恭喜这位小姐抽的红色彩球 为我们五千元的套房买单 掌声 好 好 可以刷卡吗 可以 吃蛋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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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过来 付得起吗 要不要我帮你 知道你有钱 几千块我还给得起 还是我来吧 给我 陈家的红金之夜 轮不上你付钱吧 这那男朋友是干什么用的吗 就是给自己女朋友付钱的 郎才女梦 真好 门当户对 真好 我不单要给陈家付房费 没准我还跟她共度凉宵呢 反正我跟你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对你没什么兴趣 我帮你付这个房费 就算是 对咱俩游戏的一个 补偿吧 躲什么呀 游戏吗 发不起啊 本小可你叫你傻子 这东西给你放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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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药一瓶香槟 现在送上了 不用了啊 谢谢 我想喝酒 别喝了 咱明天上班呢 那你陪我聊会儿天 我都累了一天了 咱能歇会儿吗 去聊一会儿 来 行 你聊一会儿啊 好 海少 每天我回家的时候 房间都空荡荡的 很孤独 很想有个人能陪着我 咱能不演穷洋戏吗 抱抱我吧 妹妹 听歌一句话 咱俩谢着 再见 站住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回去睡觉了 那你跟我上来干什么 你喝多了 又拿这么多东西 放心不下上来看看 我没有喝多 那就是我多虑了 咱俩谢着 拜拜 邓小可为什么会泼你酒 你就会喝多了 我喝多了 你吃得多了 你去喝多了 就是我喝多了 你来干什么 你喝多了 他们喝多了 你第一个人 你不要喝多了 我像他吗 我我就想想不过 我开 effects 站住 你这份文件是怎么做的 完完全全不是我要的东西 邓小可 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工作了 我重做吧 重做 客户的时间你耽误得起吗 我告诉你 如果文件做不好 不要来见我 各位大郎 西楼 大人好 衣服越来越漂亮 好嘞 你好 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天开会的内容 下周就是本公司的季度表彰大会 每个部门都会评选出最佳员工 经过这一个季度的考察 我们研究决定最佳员工的人选 邓小可 恭喜你 小可 跟大家讲两句话吧 说两句 这最佳员工怎么落在邓小可头上了 他才来多久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人家后台硬呗 你是说他和陈家的关系啊 他不光跟陈家的关系好 跟徐妍的关系也不一般呢 好了 走了走了 走喽 上班吧 有什么事 跟住啊 没有 最佳员工也就曾五个人 有什么事 还真工资 可以 好 陈总 您喝点什么 美式咖啡 想跟我谈点什么 这是公事 应该在办公室里的 对不起 我不太懂规矩 不过我还有点私事想跟你聊聊 我不太习惯跟下属建立私人关系 而且我对别人的私生活 也不感兴趣 是吗 谢谢陈总 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这次能破格当选优秀员工 多亏了陈总 不用客气 我选你当优秀员工 是因为你配得上这个称号 谢谢 其实能被大家孤立 能被传跟许总的不正当关系 对我来说是特别好的磨练 谢谢陈总的用心良苦 如果你想好了要辞职 就把这封信交到人世部去 不过我想劝你还是好好地再想一想 之前那些新作伙都是胡说八道的 其实摩羯女跟水平男是绝配 真的 真的 我还有事你慢慢喝吧 您好这是您点的咖啡 买单 对不起 刚才那位小姐已经买过了 小花 介绍你来这工作的相同买吧 怎么 你们不认识 认识 不认识 怎么会介绍他来你这工作呢 小花 好好干 好 好 小小姐 上车吧 好 你认识魏珊珊哪 嗯 我们是好朋友 这个世界真小 绕来绕去都是俗人 对呀 早知道这个工作是你介绍的 我就直接去找你了 谢谢啊 小四不用谢 这工作还行吗 挺好的 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公司里上过班 有时候做完一件事情 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 抬头挺胸的面对整个世界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上班的乐趣 是吗 一个那么热爱工作的人 上班的时候会玩硬币 那个 那个是特殊情况 我头一次分神就让你看到了 什么特殊情况 说来听听 我在网上聊了一个网友 他约我今天见面 在立都饭店 然后说一直等我 等到我去为止 牛硬币决定你去还是不去 如果你真的想交男朋友 我建议你换另外一种途径 网络鱼龙混杂 欺骗性太大了 还不如去上《非诚勿扰》 那个相亲节目你看过吗 看过 珊珊不是去过吗 对 她有跟我说过 她找到男朋友了吗 好像有一个男孩在追她 我见过那个男孩 但我觉得配不上她 你觉得呢 你见过她没有 我没有见过 可听珊珊提过几句 她怎么说 她说那男孩挺好的 你觉得她配得上珊珊吗 不大合适 为什么 那个男孩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反正我看不上 那你应该劝劝珊珊 向总 你好像很关心珊珊的私生活呀 她不就是你家的一个家庭老师吗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买两身衣服就可以管人家的私生活了吗 我送衣服给她 是为了谢谢她费心照顾我女儿 我并不关心她的私生活 刚才也只是随便聊聊而已嘛 你们俩吃啊 吃 这旅程回来这么多天了 到现在我没见着她 上次因为个大手术也没去成 正好 这星期天我没什么安排 柯儿 你把他们都叫上 大家一块聚聚啊 不用了吧 她回美国了 回美国了 那你 你们俩事怎么定的 分了 分 这怎么说分就分呢 柯儿 怎么回事啊 怎 怎么决定的呀 我想回屋待会儿 我慢慢吃吧 你给我说说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还能不知道 不知道 这就是刚才听她说才知道 不用猜 肯定是你在里边又干什么了 说什么了 满意说 这下你满意了吧 你高兴了吧 你呀你呀 我怎么说 我没有 我跟你说真没有 他那个 行行行行 我不说了 你自己吃吧 想什么 可儿 喝点汤呗 妈 我不想喝 对了那个 隔壁那个沈叔叔给了两张芭蕾的票 你去看呗 你跟爸去吧 你也看不懂那么高雅的东西 你去吧 爸 我不爱看芭蕾 你去散了心呗 找个合适的人一起好不好 您觉得谁合适啊 要不咱租一舞台 我在那唱歌跳舞朗诵 给人特场展示 但是 谁要看上我了 谁就跟我去 行吗 可儿 你别这样好吗 你这样妈心里更难受 我希望你理解 妈 我就是想安静一会儿 您能让我待会儿吗 妈 你要是心里真难受 想发泄就发泄出来 妈 没事 好不好 我真没事 我好着呢 妈 您出去吧 真没事 没事 把汤喝了我去 好 再给你一份 要不要我送你到门口啊 不用了 我走两步就好了 好 今天谢谢你 让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什么正确选择 没谢谢那个网友啊 这是我的荣幸 那我先回去了 好 再见 拜拜 今天怎么回资不晚呢 晚上和一个朋友吃饭 小可呢 神话 可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呀 不就是旅程回来了吗 又走了 可说已经走两天了 他们之间好像发生点什么事 这回好像是彻底了 是吗 他在乎呢 你 你去劝劝他 另外你 他一谈到底是为了什么 放心吧 小可 小可 还当不到我是瓷啊 没事啊 我今天晚上二十四小时奉陪 我就是你的垃圾头 什么话会么说 你怎么来了 我 我过来看看你 过两天我就走了 走哪儿去啊 回美国 正好那边很多朋友好久不见 借这个机会去一去 换个环境 干点不洋的事 没准对你是件好事 但是走之前 我有些事情想要搞清楚 其实吧 糊涂着要比清楚着好 我不太想当一个糊涂的人 我想去答答案 好 行 你问吧 诚实地回答我 可以 上次公司的晚宴 照片的事情是不是你在帮邓小可 我不想因为我出的主意 误伤了她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她是我的下属 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跟小可 我本来就没什么 所以觉得 没必要告诉你 如果没有小可呢 这是两个俩事 跟小可没关系 咱俩都认识那么多年了 要有机会 不早就有了 所以是我一直在打扰你的生活 你别这么说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真的 可是你得明白 朋友 可以有很多 可爱人 只能有一个 明白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离开郑海超的生活 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我送后面 不用送了 只要你今后想着我就行了 想着 一定想着 陈佳还是陈总 陈总 是我重要的生意合作伙伴 我一定会想着他 陈佳呢 陈佳呢 是我 生命乐章里 一个音符 也许它不是主音 但是如果缺少了它 我的乐章 可能也就跑掉了 我已经要到我想要的答案了 我 以后工作的时候 别太拼命了 还有就是 公司的事情我已经交接好了 别太意气用事 别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像我一样让着你 知道了 我走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 直接给我打电话 好 朋友可以有很多 但是爱的人只有一个 有什么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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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喝点橙汁吧 鲜榨的 那你这是 打坐 冥想 我听说 人在失恋的时候 练练瑜伽 打打坐 冥想一下 有助于心态平衡 挺好的 陪你进 我这照镜子呢 你终于笑了 你就别跟我这儿添乱了 我这儿烦着呢 我也烦着呢 你有什么可烦呢 你又没失恋 我 我都没练 我失什么练 怎么了 不是 那男的不是挺好的吗 差不多得了 有时候 有时候吧 我就觉得我看不透她 怎么了 又 上次我去他们家 然后来了一个女孩 帮她照顾花草树木 那女孩对她挺好的 而且那女孩还知道我是谁 谁啊那人 她说是她表妹 可是 我就是觉得关系不太一般 怎么不一般了 上次我路过刘旭刚他们公司 在门口的时候 我看到两人就抱一块了 这表哥跟表妹拥抱一下 不证明什么 可能是女人的第六感吧 反正我就觉得关系没那么简单 你这是在吃醋吧 别胡说 吃什么醋 之前有一个人冒着大雨 给人照顾花草去了 谁啊这人 我照顾花草 跟刘旭刚本人没关系 我是多么热爱花草树木的一个人呢 对对对 你就是特别好 对 好人 好 别耽误我冥想 行 行 我想你呢 你能换一地儿吗 你这么坐楼上 我一秀场 你坐这儿 我怎么冥想啊 我不 我就想让你陪着我 小可 你就不 喂 珊珊 珊珊 找你的 去吧 我不去 你去吧 人在这儿喊 邻居都听见了 喂 珊珊 小可 你帮我去行吗 珊珊 人找你我去干嘛呀 小可 我真的没这思想 小可 小可 行行行行 我真受不了你这刺激 我去还不成吗 小可 你最疼你表姐了 小可 你最疼你表姐了 再喊就吐血了 怎么喊了半天 把你给喊下来了 你以为我愿意下来啊 那 珊珊 人呢 她为什么不下来啊 人不想见你呗 多简单啊 那 她为什么不想见我啊 不想见就是不想见你 再喊也没用 那 总得有个理由吧 你让她下来见见我呗 你上去问问她 我能上去吗 你回去吧 真没戏 那你告诉她 我在这等她 直到她下来为止 我估计 她下来是没什么希望的 我妈下来倒是有可能 到时候打你 你可 受着点 怎么 你妈想半打鸳鸯 我可不怕你妈 说句实话 你妈人挺好的 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能看得出来 她心里面挺喜欢我的 这个过度自信的人 真是挺让人受不了的 我没有过度自信 说实话 其实珊珊心里面也有我 你凭什么有你啊 因为 我能看得出来 她心里面就是有我 人家图什么呀 你有什么优点啊 我的优点 我有一颗滚烫的心 可以吗 还有呢 我很真诚 还有呢 道小姐 你还要什么 你告诉我 你先解释一下 这表妹是怎么回事啊 表妹 表妹就是表妹呗 怎么了 表妹这事还真是大事 你还是跟珊珊解释清楚吧 我这可是当叛徒了 就为这事 你以为呢 别再喊了啊 回珊珊 珊珊 报告 任务完成了 她怎么说 她说表妹就是表妹 但我说呢 表妹你也得跟人解释清楚啊 你就听听人怎么解释呗 谢谢啊 给你打电话了 不接 不接 不接啊 嗯 你不接你怎么听人解释啊 我现在没有心情听她解释 喂 珊珊说想见你 那 你跟她说我在楼下等她 我没说要见你 你走吧 我 哎呀 你过分了 你好歹听人解释解释 要解释不通 你再不理她也不迟啊 我说了 我现在没心情听她解释 好吧 我也没心情管你的事了 我走了 这送给你的 爱马仕 不是 这个有点太贵重了吧 无功不收录啊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的 我有事请你帮忙 你想收买我呀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你想多了 我下午去商场给自己买鞋 看到这条丝巾 我觉得跟你很配 所以想送给你 但是以我们两个的交情 无缘无故送这个东西给你 你肯定觉得我动机不纯 所以干脆我就请你帮我办件事 让你没有心理负担 那我丑话说在前面啊 我可不是接受人家一点小恩小惠 就听人指使的人 我帮不了你可不要怪我 我还没有说什么事 你就这么警惕了 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 女孩嘛 总是要有点自我保护意识 尤其是面对像你这样有魅力的成功人士 我更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冷静 你在我面前不冷静吗 这倒没有 你想多了 我只不过想请你参加一个酒会 酒会 对 我公司有个新药准备上市 明天举办一场酒会 所以我想请像你这样漂亮年轻 又有气质的女士接待一下 调节调节现场的气氛 你放心啊 我请的那些都是有正当身份的人 有几个还是很有地位的专家 绝不会像以前接受过的那些人 那样没有品位的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有品位啊 好 没有没有 如果我的话让你误解了 我向你道歉 道什么歉呢 你就是看不起我 你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层面的人呗 我为我刚才的话真诚地向你道歉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 像你这样一个背景离乡的年轻姑娘 生活其实挺不容易的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此影响 你自己对人性的判断 因为失去一个真正可以信任的好朋友 我可以信任你吗 当然可以了 因为我对你没有不良的企图 那你为什么对我没有不良的企图呢 是我不能够吸引你吗 因为我觉得跟你做朋友一定比跟你谈恋爱好玩 我倒不这么认为 一般来说谈恋爱要比做朋友好玩 邓叔叔 神话 你怎么会在这儿的 我今天帮一个朋友过来送座接代 好 你们要不要吃点什么 我拿回来 不用了 你帮你的去吧 那有什么事叫我啊 好 你去吧 好 来 咱们喝酒 好 神话 我来介绍一下 郑海潮 海潮创意文化公司的老总 你好 你是演员吧 之前演小业务员 今天改演老板了 你们认识了 认识 他细演得可好了 你今天这身形头不错 租来的呀 这么敬业 奥斯卡怎么不跟你搬一奖啊 神话 没必要这样吧 向总 我公司还有事 要不我先走 别别别别 走什么呀 今天这么好一场子 这是你表演的好机会 来 跟我们表演一下 好神话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想告诉你 我跟小可之间 其实已经结束了 你没必要对我这么不依不饶的吧 你说结束就结束呀 你知道你把小可伤得有多深吗 什么叫我伤得多深 你能把话说清楚吗 条件那么好的马省男 还有六年的感情 他统统都不要了 不要了 你 你 他跟马省男分手了 他为了你 你现在还 还在这装无辜 你好意思吗 郑海长 想想话 他是我朋友啊 对不起 不好意思 郑总 对不起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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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3 4 感谢观看